演出的时候 我通常都不看谱 因为我需要脱离乐谱 我才能够把我更多的精力 用来感受音乐 被谱的这个能力 我一定要感谢我的父亲 从小对我的训练 俗话说 每一个音乐家背后都有一个推手 我很幸运 我爸爸就是我身后的那个推手 在苏州有一种地方的剧种叫做平坛 那平坛里面有两件乐器 一件就是琵琶 一件就是小三弦 所以我爸爸的家人 包括我的爷爷 我的奶奶 还有我爸爸的兄弟姐妹 他们每一个人都会弹琵琶和三弦 学乐器这样的东西 一定要从小学 因为它有一个基本功 它需要从小一点一滴地去积累 琵琶的文曲 琵琶的文曲有分比较初级的和比较高级的 陈随这首乐曲呢 它是一首比较高级的 比较深的琵琶乐曲 陈随这首曲子 它又叫汉宫秋月 所以通过这个曲名 你也可以感觉到 这首曲子 它是讲述被收入宫廷的女子 它虽然生活得非常的锦衣玉食 但是它的生活是非常绝望的 这首曲子主要是表现 这一类女性的一种生活的状态 这首乐曲描写了 宫女在宫廷里面生活的无望 所以她们会用诵经的方式 来作为一种精神寄托 所以在这首乐曲里面 会用琵琶的一种技巧 来模仿木鱼的声音 琵琶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指法 就是轮指 现在我们经常使用到的轮指 我们都是从食指开始出轮 但是最原始的时候 琵琶的轮指是从小指出轮 所以在陈随这首乐曲里面的其中一段 就保留了这个最原始的轮指方法 琵琶在演奏轮指的时候呢 就我自己来讲根据不同的年龄 我都每一次演奏的时候我都会有不同的理解 这个主要是体现在琵琶的左手技巧 推 拉 迎 揉的配合 如果是在我比较求学的时代 我演奏的时候我可能速度上会偏快一些 但是随着我的年龄的增长 和我的演奏的经验的不断累积 我可以用气息去撑住这些变化 在现在来讲 我的所有的速度上 包括我推拉的速度和左右手配合 都有在不停地调整 现代这个时代 往往是新作品乘出不穷的时代 传统作品容易被人忽视 但是如果要想演奏好现代作品 传统作品一定要掌握得好 我们需要立足传统 展望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